大家好,这里是新密说定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小伙穿越进游戏里 获得一辆炫酷摩托车 最后打败大boss拯救世界的故事 创战绩 男主小白的父亲老白是个高智商的程序员 不仅有自己的游戏公司 还有一家电玩城 受父亲的影响 小白从小就爱玩游戏 一天晚上,老白告诉小白 他马上就要开发出一款非常牛的游戏 可第二天晚上,老白突然失踪 他的游戏公司也被对手控制 这让幼小的小白非常伤心又无助 一转眼多连过去 小白长大了 他骑着摩托在公路上黄奔 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父亲 这天他得到线索 父亲从电玩城发出一条消息 小白立刻赶到电玩城 一阵寻找后发现一个地下室 里面全是高科技设备 小白不小心开启了雷射激光 一阵光束闪过 眩晕过后小白来到了一个陌生世界 正当他迷茫时人 两名士兵把他带到了一个军事基地 在四个美女的帮助下 他被迫穿上了战甲 然后被传送到决斗场 原来这里是游戏世界 他要和这里面的游戏人物进行比赛 如果输了就会死在这里 可作为游戏高手 而且还有主角光环价值的小白 怎么会输呢 一阵华丽的操作 他就把对手秒成了渣渣 第二局比赛里 小白见到了游戏世界里的大boss二蛋 看到跟父亲老白 长得一模一样的二蛋 小白吓懵了 但他很快发现 眼前这个心狠熟辣的人 并不是自己父亲 两人很快开始比赛 召唤出几辆超级炫酷的摩托车 这场比赛就是 只有摩托车对撞来获得胜利 小白虽然在现实世界里 骑摩托是个高手 但却没有操作过游戏世界里的摩托 很快他就被二蛋撞翻了 就在二蛋准备将小白撞死时 美女小花开着一辆光轮越野 救责了他 随后小花带着小白 来到了位于荒野的一间密室中 在这里见到了失踪多年的老白 父子娘终于闯聚 原来老白当年发明了这款游戏 为了完善游戏 他进入了游戏世界 便按照自己的容貌 复制了两个虚拟boss 其中一个就是二蛋 刚开始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可不料二蛋野心十足 突然发动叛变 杀死了另一个虚拟boss 并且关闭了传送通道 将老白困在了游戏世界里 目前唯一消灭二蛋的办法 就是通过传送通道回到现实世界 一键删除游戏里的二蛋 可传送通道在很远的地方 而且现在整个游戏世界都被二蛋控制 根本没有机会到达那里 传送通道必须要老白身上的储存盘 才能开启 而二蛋也很想得到这个储存盘 因为他想带领自己的游戏大军 统治外面的现实世界 这也是老白一直躲在这里的原因 可小白不是个愿意坐以待毙的小伙子 只要有一次机会 他都想要去拼搏 他劝说老白一起回到现实世界 结束这场危机 老白最终统一冒险一事 他利用游戏创造者的优势 打退了一波波二蛋的游戏大军 但在逃跑过程中 老白身上的储存盘还是被抢走了 小花也不幸受了重伤 好在小花是游戏里的人物 老白一阵操作就修复了小花受损的代码 成功修复了他 二蛋已经得到了储存盘 三人只能想办法阻止他通过传送通道 否则现实世界将会面临一场后劫 此时二蛋正在跟战士们开动员大会 古武士气一举拿下现实世界的控制权 老白三人他们计划让小花去吸引看守的注意 然后小白去控制室将储存盘偷出来 老白则负责驾驶飞船接应 凭借头顶的主角光环 三人很快成功偷到了储存盘 然后开着飞船赶往传送通道 只要他们回到了现实世界 二蛋就必死无疑了 二蛋得知储存盘被偷走 瞬间路过攻心 一二八子就把看守储存盘的士兵打成了渣渣 随后带着手下最精英的战斗小组 驾驶飞船开始追击老白一行人 很快双方人马便相遇了 小白操控着飞船的武器系统 向着这群游戏人物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当二蛋人数太多 很快老白驾驶的飞船就被击中 好在飞船坠毁前 他们已经接近了传送通道 知道他们准备踏入通道时 却发现二蛋早已等在了这里 老白主动吸引二蛋的注意 光已将身上的储存盘交给他 可当二蛋拿到储存盘时 才发现这是小花的 原来老白早就预料到可能会发生意外 将储存盘调换了 最终小白和小花成功来到了传送通道 不死心的二蛋也奔向他们 危急时刻 老白尽全力阻止了二蛋 和二蛋同归于尽了 游戏世界此时也彻底崩塌 小白和小花在最后一刻 成功回到了现实世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次见